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哥儿两个真是怒不可 心想 我说今天早晨我们找到他的家下 他对我这么热情 让我们哥儿两个吃早饭 他是为了赚这一千罐钱的赏钱的 好啊好啊毛太公 你家乘万贯 身职万贯 对这么一只虎你还算计 得找他去 于是哥儿两个有大家里边 从来就来到了毛太公的家中 进门之后 直接问客厅 这功夫啊 那个毛忠义正在客厅里坐着 果然 就像王四说的 这个毛忠义啊 是毛太公的儿子 这个老虎一掉到院里边 时候家里人就知道了 毛忠义呢 就吩咐首线的这些家庭 把这老虎犹打院墙里边 给扔到墙外边去 让人拿匾的抬着 他在后门出去 就轻无受伤去了 毛太公一听前边有人叫门 把谢真谢宝让进来 请他们吃早饭 就是为了稳定住他们哥俩 怕他们那个行为被他们哥两个发现了 所以说谢真谢宝等吃完早饭 再上后边去 再开那个锁磨蹭功夫 再找老虎 早没有了 人家请完了宫 售完了赏 回来 这谢真谢宝才知道 谢真谢宝进来一看 毛忠义就问 说大少爷您是逮着一只老虎 给送到衙门里去了吗 毛忠义说对 谢真谢宝是这只老虎 是不是登云山上悬赏捉拿的那只虎 毛忠义说就是啊 谢真谢宝是那只虎是我们哥两个打死的 我们用毒药弩剑打到他腿上了 怎么您把他抬着去清赏去了 这老虎掉到您的后院了 是我们把他赶到那山崖上滚下来的 您去清宫受赏 有这么一说吗 这毛忠义啊 当时把那个脸一沉 眼睛一立了 哎 我说谢真谢宝 哪有这么一脚啊 这老虎明明是我给打死的 怎么称你们打死的了 你们什么时候把那虎打死了 啊 谁见证啊 我把那虎打死 我是吓得毒药弩剑呢 所有我的家庭都可以见证啊 哎呦谢真谢宝一听这个 这更受不得 这两个小伙子 生性刚直 就受不得委屈 这俩小伙子跟这毛主义 当时就抄着起来 这一抄着起来 毛太公就来了 这个老头子一进客厅 哎呀这怎么回事 你们打不着抄着什么 谢真谢宝这老爷子 您岁数越火越大 您说话得是公道的 您说说 这老虎掉在您家后院了 您儿子把他抬着瘦上去了 这个合理不合理 毛太公说 我儿子抬瘦上去了 他也是打了只老虎 谢真谢宝说 那就是我们俩打的只老虎 毛太公说 哎呀 这山上老虎有的是啊 那你打死就不行 别人打死吗 谢真谢宝说 这一带就那么一只老虎 毛太公说 那就不行 在别地又串一只来 这叫抬杠 这老头子一说这个话 谢真谢宝就更生气了 说老爷子 我知道为什么你早晨起来 请我们吃早饭 请我们吃早饭 您就是为了让你儿子 好把老虎抬到牙齿里面 清宫去 毛太公一听 呸 你两个年轻轻的说话 不怕缺德 啊 我请你们吃早饭 我请你们吃早饭就为了那个吗 啊 我供你们吃 供你们喝 最后你们跑着还来讹我 简直岂有此理 来呀 把这俩小子给我赶出去 这毛太公马上叫他手下的家庭 过来拾了个 要把这哥两个给赶出去 这家庭们有的还拿着棍子棒子 这哥两个第二回来是赤手空拳来的 但是哥两个都是毫无数 哥两个一看他们拿着棍棒要赶他 这哥两个就更急了 你把我的虎给拿着清宫去了 我们到那里找你来理论理论 你还拿棍子棒子往外赶我们 这哥两个当时就跟他们动了手了 这一动手呢 棍子棒子让他们哥两个三滑了 两个滑了就抓过来了 啤酒啪啪 把这十六个家丁打得东倒西歪 毛太公吓得也跑到枪角那地方 站着直哆嗦 这个工夫毛中一想上来照亮 也没敢照亮 哥两个打着打着火就上来了 把那客厅里沉了的东西 啤酒啪啪稀里哗啦 什么鼓闻气虚全给砸了 砸完之后 哥两个把那个汪汪爹一扔 怒冲冲走出毛宅 回到自己家住 到家里边 哥两个做事 还生问气 就觉得我们弟兄两个太窝囊了 老虎我们守了好几夜呀 才把他给打中了 结果让人家抬着轻功收散去了 你说我们 哎呀 这天底下还有理可讲吗 哥两个正生问气 过午的时候 官府中来了三十个人 拿着绳子锁子夹 到这一见哥两个说你是谢真吗 你叫谢毛吗 哥两个说对 好了 你们俩犯了案 过来锁链的脖子了一套嘎嘣一锁 走 带到登州府的衙门 到了登州府老爷升堂 就问谢真谢毛 说你们两个人 为什么擅自闯进毛太公的宅院 殴打他们的家庭 而且砸烂了他的陈列的古玩气蓄 你声明说老虎是你们打的 不是毛太公他儿子打的 你去讹毛太公 这既有讹诈之罪又有强强之罪 你们之罪吗 这谢真谢宝一听 哦这是毛太公把他给告了 谢真谢宝就讲了 老爷我们冤枉 这老虎是我们哥两个打的 哥两个就把 怎么在山上等这个老虎 等了好几夜好几天 这过程跟老爷一讲 老爷就吩咐把这原告带上来 原告就是毛仲义 毛仲义上来忘了一位 老爷说你们两个这么讲 何人为证呢 谢真谢宝说 那打老虎还能弄一帮人在那做证吗 就是我证着他 他证着我呀 老爷说这不行 你们是亲弟兄 亲弟兄做证 无效 啊 我们亲弟兄做证无效 那么毛仲义他把老虎打死送到这来清宫受赏了 他有证吗 他有证 他有什么证 他呀 他府中的这些家丁全都证着是他打死的老虎 设计了弩剑 老虎中了剑死了 而且这些个家丁们一块抬着老虎来的 他这个证 有效 谢真谢宝一听 我们哥俩这证无效 贪证就有效 这哥两个就急了 老爷 你糊涂 我们哥两个太冤枉了 哥两个在这公堂里又吵起来了 他有理说不出的着急 这一蹦的老爷一拍撞个大门 咆哮公堂 又多一条罪名 押起来 谢真谢宝掐奸入狱 掐奸入狱 这哥俩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那官司他能打赢吗 为什么打不赢呢 毛太公的女婿 就是登州府里边的六岸孔墓 这六岸孔墓相当于现在 秘书长就这么个职务 什么事都管着 毛太公一封信 再加上毛忠义到这 跟他这个女婿 这个女婿呀 姓王就王正 老百姓都管他叫王不正 跟那个王正一说王正 现在就明白了 说这事好办 这俩小子敢跑咱们家去砸去 把他收拾了就得了 于是把谢真谢宝就押到监牢 这一押进监牢之后 谢真谢宝气得直蹦 在监牢里边破口大骂 骂谁 骂毛太公 骂你一阵子累了 这谢真跟谢宝就说了 兄弟 咱们呢现在养军蓄追 咱不骂 他把咱们哥两个押到监牢里边 怎么着 得有咱们出去那天吧 你等着咱们出去的 咱们哥两个出去之后 非把毛太公他一夹子都宰了不可 谢宝说对 一个也不像 全杀了 这哥两个本来在监狱里边说的 这是一种气话 可没想到这气话 让这监狱里边管事这个阶级 让他听着了 这阶级姓包叫包级 包阶级 感觉那个包阶级呀 跟这个六岸恐怖王正啊 是好朋友铁哥们掰不开的脚丫子 这包阶级听这两个犯人进了牢房说出这番话来 历时把这话就过给王正 这王恐怖一听 哈家伙 这俩小子将来要放出来 要准备把我岳父他们一家子都给宰了啊 这是仇人呐 把这话也就过到毛太公那儿去 一过到毛太公那儿 毛忠义跟他爹就合计啊 说这两个小子看这个意思 要将来把他放出来之后 他不能轻饶了咱们 这可是两只老虎啊 你别跟他穷的吊渣 但是他越穷越不怕死 要把他放出来之后 跟咱们家要是一玩的命 咱们可划了不了他 那怎么办呢 毛太公就问这个毛忠义啊 你有什么责没有 毛忠义是这个 那就得想个法 让他俩别出来了 毛忠义一说这句话 毛太公说 让他俩不出来死到里头啊 那可不 那他这个罪能够吗 怎么不够呢 咱想个法啊 给他找个茬啊 找什么茬 他就把咱们家砸了 就该死罪吗 他还打了咱们的人了呢 打了咱们的人 咱的人都打得是轻伤啊 也够不成死罪 怎么轻伤呢 还打死一个呢 把谁打死了 你忘了 咱们后面花园里面 看花那花家 不让他给打死了吗 毛太公说 那花家 那花家倒是昨天死的 他打架的时候 他也没出来 哎哟我的爹耶 您可真是您这岁数 越大越糊涂了 他没出来 咱不会就说他出来吗 毛太公知道 这花家啊 得了病了 过去有句俗话 干牢弃鼓烟 盐牙下了请帖 这花家得的是什么 得的是烟 烟阁 这烟阁病 按现在医学来讲 就是食道癌 吃一口吐一口 什么也吃不下去了 最后呢 昨天死了 已经病了六个月了 躺床上就四个多月了 所以谢真谢宝 到这来闹腾的时候 这花家根本就没出来 但是昨天他咽了气了 毛中医就说了 咱就说 这人是他打死的 这家伙有一条人命 他们哥俩就得低长 哎 毛太公一听 好啊好啊 小贼 还是你心眼比我多 就这样的话 又写了一道状子 递到灯中抚牙去 说谢真谢宝 到这我们府中大闹 把我们的一个人打成重伤 最后死了 有名有姓 果然还发脏出病了 使劲折腾 全村人都知道 灯州府一了解 的确他们家 死了一个人 哎呀 这下子 谢真谢宝 这哥两个 可就出不了这监狱了 毛太公 跟那毛中医 也就高得性了 谢真谢宝 还不知道呢 等着判辞啊 我们哥两个什么罪啊 过了一段时间 有人 就透露给谢真谢宝了 说你们俩一半会儿 出不去了 谢真谢宝 老说为什么呢 为什么呀 你们俩 打伤人命呢 没有啊 我们两个跟他们动手的时候 手底下留着行的 谁说的 人家家里边都发脏出病了 这个事儿啊 一半会儿出不了头 这哥两个一听更着急 这怎么办 当时这痴漠呼就起来了 嘴上要起了泡了 眼睛也发了红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 就这个王正 王孔木呢 就我们这监狱里边 这个包阶级 俩人沟通到一块了 王孔木就说了 包阶级 没事你对这个谢真谢宝 就给我好好的管教管教 这俩小子 让他死在监狱里边 不能再出来 包阶级一听 你就放心吧 当然了 这期间 毛太公 这银子钱 也往这衙门里边送 上支这个知府大人 下支 孔木 在包个监狱里边 这包阶级 包阶级没事 就把谢真谢宝 叫到自己的 那个房间里边 高几个狱卒 拿着鞭子 私设公堂 找茬 打这哥俩 这哥两个 本来就被其含冤 结果这一挨打 这哥两个 更觉得冤枉 到监狱里边 哥两个 每况愈下 身体不佳 病了 哥两个互相看着 说看来呀 咱哥俩命不好 大概要死在这监狱里 偏巧这一天 外边这个牢头啊 领来这么一个新狱卒 这个狱卒 好像从别的地方 调过来的 这个狱卒呢 就看管谢真谢宝 蹲的这班房 这个狱卒一共管 那么三四间班房 其中包括谢真谢宝 哥两个呆的这班房 老头把他领来 交代完了之后 老头走了 这个狱卒呢 这天闲不价的 就在谢真谢宝 哥两个 这个铁渣篮门外边 跟他俩说话 谢真谢宝 一看新来这个狱卒啊 这个相貌 还有点挺和善 笑眯眯的样子 他冲他们俩招手 哎 你们俩过来 过来过来 谢真谢宝 就走过来了 这狱卒 您找我们俩有什么事 我问你们俩 我问你们俩 你们俩是叫谢真谢宝吗 对啊 一个叫两头蛇 一个叫双尾蝎 是啊 您认识我们俩吗 嗯 何止认识啊 咱们俩之间呢 还有点瓜哥 你有什么亲戚没有 有啊 我有两个表兄 是姑舅表亲 是吧 你那个大表兄叫什么 我大表兄叫 孙丽 嗯 你大表兄 这个大表嫂 你知道吗 大表嫂我不知道 多少年不来往啊 那就难怪了 但是这事我知道 你大表兄的妻子 姓月就月氏 那是我姐姐 我是他兄弟 从这儿论着 咱俩是真正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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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让 foto cactus